遊戲中的遊戲 我們的遊戲叫安捐HOTGO 那我們來簡單介紹一下操作 我們有開始遊戲 讀取進度 遊戲選項 製作統頓 還有結束遊戲 那我們來直接進入到遊戲中 來講解遊戲操作 進入到遊戲裡面以後 我們的Q和E 是轉動遊戲畫面 那我們的W還有S 是前進與後退 而我們的蚯蚓符號 是轉換遊戲 切換遊戲 我們打開我們的K 是切換我們的技能 而空白鍵是進行防禦 而每一種武器的空白鍵 防禦的方式也不同 再來我們的遊戲選單 選ESC 我們會人物屬性 武器系統 道具系統 技能 讀取檔案 歷史介紹 遊戲任務 還有我們的操作 那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人物屬性 我們人物屬性分為 我們的角色等級 角色經驗值 血氣值 體力值 目氣值 金錢 還有右側我們所 配戴三樣的武器 我們的武器系統部分 我們左側分為現在所 配戴的三樣武器 而右側 我們可以裝備我們 目前所擁有的武器 還有我們 賦予我們每個武器的屬性 那我們現在 裝備一些其他另類的武器 裝備好武器以後 看我們的右側分為 地、水、烽火 這幾個屬性 那我們點選賦予 每一種武器 可以賦予每一種武器的屬性 那我們已經賦予好了 那我們切換到遊戲畫面中 來進行連擊動作的特效呈現 每一種賦予的屬性 有每一種屬性的顏色 那攻擊師也會相對出現特效 再來是我們道具系統 我們道具系統分為兩種種類 一個是任務道具 一個是物品道具 任務道具就是我們所在任務所接取獲得的任務 那下面會有簡單的講解這個動物道具 那物品道具 我們在下面也會講解每一個物品道具的功能 再來是我們的技能 我們四個屬性中 每一個屬性都有我們的附帶效果 那每一個效果都會有詳細的講解 至於要怎麼使用這些屬性呢 我們切換到遊戲畫面中 點選K 我們把它拖曳到中間來 我們會看到幾個屬性 這些屬性 點選以後 就會賦予在右下角 那我們就可以使用這個特效 再來是存讀檔 我們存讀檔分為存儲存檔案與讀取檔案 那右側就會出現圖片儲存的樣子 再來是歷史介紹 我們歷史介紹分為四個 一個叫世界觀 地理 神明 還有地區 左側就是出現的有哪些 右側就是詳細的每一個介紹 這些獲得的方式都是要跟 怪物或是NPC對話 或是獲得一些物理 所以才知道這些東西的 再次是我們的遊戲任務 遊戲任務中會有詳細的展解 右側會有詳細說明 你現在所遇到的問題要怎麼解決 再次是操作控制 操作控制中 右側的這些可以開開和關閉 例如我們挑遊戲中 左下角的雪條 玩家血量關閉以後 雪條就會不見 可以看玩家自行喜歡什麼 去選擇勾選與關閉 再次是我們的聲音控制 我們遊戲音樂可以調整它的大小聲 也可以調整我們的主音量 音效音量 便你在操作控制中 有講解每一個操作的方式 讓我們的講解到這邊 我們應該有來看 在旁邊 嘩 這邊 有機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